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样的改变 我相信也是可能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桃园市在国小英语的教学的部分呢 我们跟老师的连接非常的多 我们也希望能够站在辅导团的立场 提供老师更多的学习资源跟学习管道 因此 国小英语团在5月24到28号的这一周 每天的早上10点钟开始 又针对我们的中年级跟高年级录制了一系列的学习影片 在这也提供给老师一个非同步的学习的管道 那我们希望在线上的老师也能够将我们频道的连接提供给学生 或是提供给各班的导师 以作为学生直接的学习使用 在这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克服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老师也非常的辛苦 那也希望在这辛苦的工作之余 我们也能够给学生的学习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大的空间 那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能够持续的支持 桃团市小樱团 热鞋小樱桃